2012年11月2日 清华大学图书馆百岁华诞 90岁的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杨振宁欣然出席 他深情地回忆说 我记得那个时候每一次有外地来的围图 你一定要带他们到清华大学的图书馆去看 看这边的围图 这就是清华人为之自豪的图书馆老馆 它最早落成于1919年3月 1928年 清华学校改为国立清华大学后 馆藏逐年大量增加 1931年11月 馆设扩建竣工 新增了中部和西部的建筑 与东部浑然一体 图书馆面积增至7700平方米 可容输30万册 阅览座位700余席 不久后 朱自清教授担任了图书馆委员会主席 尽管抗战期间受到极大冲击 但学校复原后 图书馆也得到迅速的恢复和发展 1952年院系调整时 除保留下珍贵古籍善本 及甲骨文 青铜器等一批珍贵文物外 又开始重点采集工科类图书 及进步文艺作品 1966年 馆藏已达135万余册 宽敞明亮的大厅 深邃宁静的书库 仿照欧美新式闭火法建造 地面铺设着厚毛玻璃透光地板 至今仍不失建筑风格上的时尚和前卫 上世纪三十年代 炮图书馆被清华学生戏称为开矿 每天开门前 总有不少好学的年轻人在排队等待 准备冲入图书馆 去探寻这座藏满知识的宝矿 在他们中间 就有一位自入学之日起 就立下洪志 要横扫清华图书馆的奇才 荣惠中西 学贯古今的一代大师 钱中书 与他在清华园里相识相恋 结下一生情缘的夫人杨将先生 也曾说 我在许多学校上过学 最爱的是清华大学 清华大学里最爱清华图书馆 这是西文阅览师大厅东北边的一张长桌 正是在这张普普通通的长桌上 1933年 还是学生的曹宇符案结书 在悠悠书相间写出了中国现代戏剧史上的不朽之作 《雷雨》 在老馆读过的每一本书都是一次精神与灵魂的穿越 而在这里 书不仅是传播文化 它还会带你穿越时空与古人对话 沿着老馆东侧的环形楼梯漫步而上 仿佛行走在历史的长廊 这里现在是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中心 一批两千年前的珍贵竹简就保存在这里 一行行古朴的文字在默默诉说着中华文明那幽远而神秘的源头 几番风雨百年变迁 不变的是清华学子一贯的严谨和勤奋 他静静地住立在这里 永远是清华人精神的家园